报道报道 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我们都知道蝴蝶效应 蝴蝶三翅膀 远方龙卷风 如今台湾和美国也有种效应 打枪效应 美国总统候选人 刚说台湾每家发一支枪 台湾就发生枪起案 搞得人人疑惑 什么时候发枪了 是不是只有我没有领到 先说这个总统候选人 听完他的奇葩言论 我还以为是跟我一样 说脱口秀或是搞政治嘲讽的 想不到是认真的 认真的划众取宠 本来没什么名气 就炒作两岸话题 骂大陆 标准的矫情干预 欺视盗名 在美国选总统有点浪费了 美国人可能正常人比较多 很难当选 来台湾代表民进党选 说不定能把赖清德比下去 比如他说台湾家庭要发什么枪呢 AR15步枪 这是什么枪 可说是美国枪击手之王 各大校园枪击案 超市抢案都用这把枪 小学中学教堂各种案件 靠着AR15步枪冤魂无数 他身为美国总统候选人 不想着怎么解决美国自己的治安问题 反而把这种枪推销到台湾 你说他是不是在搞笑 不 他很认真的 祸水东瘾 美国就喜好在人权问题上 当别人的主师爷跟教师爷 动不动指东指西 骂着别人都有人权问题 但美国自己的各种人权问题从来不解决 美国自己的经济也好 种族歧视也好 或者是各种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 那美国自己都没解决 怎么好意思去指控别人呢 那尤其是他所谓的人权标准 也从来都只是美国标准 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美国自己在乱搞 计算到今年4月21日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17起群体凶杀事件 88人遇害 平均每6.5天就出现一起 那美国有没有人反弹 有啊 但共和党是永枪派啊 难道枪不用卖了吗 这个候选人来到步枪协会演讲 给大家一个完美方案 卖到台湾 台湾家家有枪 人人有枪 步枪协会还要在台湾开分布 台湾我们来啦 估算价格呢 要63亿美元 底下群众欢呼 好啊 大订单发大财啊 这美国人想的很简单啦 台湾是啥 提款机啊 选民要钱怎么办 找台湾出 太事快 很难看 上个价值 翻中护民主 我美国大钱 军火商可以从台湾捞钱 为啥步枪协会不行呢 波音和莱猪也可以从台湾捞钱 为啥其他行业不行呢 搞不好在未来 哎呀 美国欺扯 卖不出去 咋办 给台湾 为什么 这叫民主汽车 台湾人悠了汽车 万一搭炸 可以跟解放军 必飙扯 美国汉堡 卖不出去 咋办 给台湾 民主汉堡啊 吃了汉堡 才有力气搭炸啊 还有 民主大豆 民主玉米 民主小麦 因为民进党吃的胜一粒粒 民进党就胜利啦 所以这些美国人啊 从来不在意台湾人死活 你说吃玉米 吃汉堡和两岸打仗有什么关系 对啊 难道有步枪就能对抗飞弹吗 如果两岸打到家里的步枪啊 派上用场 早就是打城镇战 巷战 社区变战场 家园变废墟 台湾人要这样吗 但美国人啊 当然不在意 牺牲台湾 去打大陆 至少也把台湾 当成摇钱树 能捞一笔 试一笔 大家 不要觉得荒谬 如果 现在美国总统 真的提出要求 让台湾人买步枪 民进党有本事拒绝吗 还不是得鞠躬说好 吴昭谢 不敢评论 陈建仁说 风土民情不同 不敢说赞成 但是 不久前 说出一样话的 欧布莱恩 说台湾要拿AK47的 被蔡英文颁发勋章 所以某种程度上 这些美国人 讲得越直白越好 让更多台湾人看清 美国人到底怎么想的 怎么不把台湾人的命 当成命 看看 民进党所信赖 信奉的美国挺台 是怎么个相挺 台湾街头民调都觉得美国这个想法 神经病就是来骗钱的 而且如果台湾人真的有枪 难道会先拿枪打解放军吗 可能民进党会先死一半 国民党的也会死一半 大概我也会死 台湾人口极可能先少一半 然后房价下跌 台湾人民对枪支当然是害怕的 尤其近日 双北市才接连发生枪击事件 先有黑道帮派 又开车又开枪 从台北一路到新北 开了15枪 隔天又有报复行动 早上上班时间 新北一名17岁男子 操档铺开了51枪 你昨天开我15枪 今天就开倒数51枪 旁边轮胎店的早餐店还在做生意 行人走到一半 吓到吃手指 而且这名开枪年轻人 开完直接到警局投案 把枪上脚 因为依照现行法律 我又没打人 未成年犯罪 搞不好官两年就出来 继续当老大 法律的修订检讨是一回事 但此事立刻被牵扯上了政治 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 正好不在新北 在新加坡 等于后院着火 那旅营立刻痛批 侯友宜不顾家 没把家照顾好啊 陈建仁更直接甩锅 说是递荒责任 首先侯友宜当天打了电话 要新北市警局展开扫荡 回到新北后也召开会议 重视治安 但绿营却凸显了双重标准 台南88枪的时候 绿营有要台南黄伟哲负责吗 而且88枪是朝着民进党中职委 大装脚开枪 跟民进党的光电利益 高度瓜葛 但新北市这件案子 就是帮派斗争 还有背后的毒品纠葛 本来就是全台议题 怎么会是一个新北市能解决呢 新北市警察局长 是警政署任命的 茶器毒品也是警政署 负主要职责 民进党现在全部甩给侯友宜 明眼人都知道是为了政治斗争 来我们看一下资料 民进党执政以来 台湾持枪刑案数逐年上涨 2021年有153件 几乎每两天就发生一起持枪刑案 那枪支泛滥 民进党知不知道 知道 有没有解决 没有下大力度解决 林佑昌说 黑道千古以来都是问题 了不起啊 直接跟你说要怪去怪老祖宗了 这哪里像是跟黑道宣战的样子呢 连做个样子都不愿意 你就知道民进党的扫黑 都是假的 台南 民进党口中的民主圣地 实际上是法外之地 半年以来 台南市都快成为蝙蝠侠里的高潭市 黑帮犯罪情色层出不穷 为啥呢 就因为民进党执政 没有政党轮替的台南 被绿营宣传为 励志清明和清海燕 不料却是藏污纳垢 酒色财气 官商勾结 贪污腐败 我去台南可能不是要戴着防袋衣 而是要随身戴着手电筒 因为太黑暗了 我这些话绝对不是歧视嘲讽台南 而是对民进党执政给予深深的谴责 台南老百姓爱民进党 结果台南选出的陈水扁贪污 选出的赖清德 大将陈宗燕赵晓云 现在选出的黄伟哲 大将陈凯玲又接受性招待 花一万多元人民币买情趣娃娃 民进党选出来这种货色 今天节目下播 我马上要去漱口 每年一次民进党恶行恶状 都脏了我的口 上次节目我们才唱一首歌 中烟爱上了飘唱 现在又要加了 中烟凯玲爱飘唱 在一个充满黑金的地方 台南前金发局长陈凯玲 贪污接受性招待 还被拍下色情光碟 这几天检方正是依贪污财产来源不明 洗钱等罪起诉咯 洗诉书将犯罪事实写得清楚 他当局长后 谎骗业者说 我能协助你拿到某工业园区的标案 然后开始跟业者要钱了 他上酒店找小姐大吃大喝 通通都是业者买单 甚至在疫情期间 酒店没开门 还要求小姐外送到旅馆 旅馆费及性交易费都要业者出 回想疫情期间 人民没经济 他在为小姐拼经济 最后业者发现 标案早就给别人拿走了 陈凯玲是个大骗子 而且陈凯玲 星期五从台南下班后 老婆小孩住在新竹 所以从南开车北上 经过台中时 都在台中酒店玩乐和不可描述 台南地方公务员都知道 哎呀 星期五晚上找不到局长 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 听完后 这有几个关键 首先陈凯玲50多岁了 难道会是以前清白如圣人 到了台南 才突然老夫疗发少年狂 变成色魔吗 如果是的话 代表台南被民进党 都整成财色大染缸了 圣人来了一下便贪污犯家色情狂 那如果不是的话 他过去担任陈菊 陈其迈 郑文燦 林志坚等民进党 诸多县市长的干部 还被称为是所谓救火大将 哪个县市缺人了 就请他帮忙 可想而知 他在以前的县市担任局长的时候 肯定也有问题 只是还没被揭发 第二 他狂骗业者说 能不能协助拿标案 最后标案给别人了 难道别人没给钱 别人没招待吗 给钱给性招待的业者拿不到案子 结果没给钱没招待的 拿到案子了 你信吗 第三 陈凯玲狗屁倒灶的事情 在去年四月份就陆续被揭发 六月份 谢龙介在议会质询 结果呢 当时的陈凯玲 否认到底 还告谢龙介诽谤 犯人 嚣张跋扈到极点 他背后有谁啊 当时台南的正风单位 经过调查后 竟然说陈凯玲无罪 台南正风还有可信度吗 是不是也被政治官说施压呢 当时民进党议员 就是后来会选的丘莉莉 还大力支持陈凯玲 黄伟哲硬起来 现在被发现 他们两人在光电案件上 都有牵扯勾当 难怪官官相护 那其他民进党议员不知情吗 而且据传 民进党台南市长黄伟哲的幕僚 早就建议 把陈凯玲换掉 但黄伟哲不听 民进党曾说绿就是台湾价值 原来他的绿是灯红酒绿 民进党的天地就是花天酒地 有人说这个案子是不是针对赖清德啊 其实这个案子在去年 检方就把他抓了 已经是为了保护民进党的选举 否则如果选前爆出 谢龙介就当选台南市长了 检方办案很有自知之明的 如果检方在选前就去抓陈凯玲 当然会影响到选举 那这检方还要不要混呢 当然是不要混了 对吧 所以就算要办案 哪怕没有所谓民进党高层指示 但是呢 那检调人员自己也会知道 绝对不能够在选前去办 这种的操控司法 就是明面上没有所谓的操控 但其实司法一直都在被民进党所影响 那赖清德主要的问题是啥呢 是自己的大本营 臭不可问自己是否知情包庇 以前有人说 在台南民进党推颗西瓜都会上 真是太贬低西瓜啦 西瓜不是贪污犯爷 也不是色情狂 民进党的所谓清廉情政爱乡土 变成了清钱情嫖爱贪腐 不久前 赖清德在台南办造势大会 那好像台南乡亲不是很在意民进党乱搞吗 在这里只能呼吁台南乡亲要觉醒啊 别再被民进党绑架啦 赖清德选举主打要民主和平繁荣 嗯 民主的台南一掌靠会选 和平的台南有88枪 繁荣是繁荣了官员的荷包和情趣业者 亏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和民进党官员的圣啊 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由美国主办 近期有21名美国众议员写信给美国国务卿Blinket 希望让蔡英文参加 消息传回台湾呢 绿营媒体侧衣又吹那一套啊 美国顶台湾 小英好棒棒 哎呀 熟悉的套路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什么味 铜臭味 2021年4月28日 美国国会有20多位议员发起 Let Taiwan Help 活动 推特发文拍影片说 台湾防疫好棒棒 普通台湾人就觉得 哇 民进党防疫好到美国都知道 后来美国司法部档案揭秘 是盖哈特公关公司27号当天 发信给173位美国议员请求帮忙 最后只有20多位议员同意 真是丢脸啊 等于150名国会议员啊 拿钱挺台湾 他都不干 给你钱拍个影片说台湾好棒棒 有150名议员不要啊 这还能叫台美关系大成功 根本是大失败啊 如果大成功啊 不拿钱人家也抢着拍啊 盖哈特公关公司啊 每个月拿民进党2.2万元美金啊 特殊专案另外收费 给你这么多钱 美国参众议员总共535人 连50个议员都凑不到 这种办事能力还敢拿钱 傻子才给啦 哦 没错就是民进党了 比如啊 蔡英文2020年连任的时候啊 裴洛西写推特 祝贺蔡英文当选 就是盖哈特公关公司给的钱 所以哪里是蔡英文厉害呢 就是钞票厉害 民进党拿纳税人的钱去买广告 这种所谓的厉害 每个纳税人包含我都有一份好吗 根据美国OpenSecret网站 他们把所有组织 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游税数据 通通做好统计并公开 据统计台湾在2022年 以政府的名义花了约80万美元 在游税上 而透过非政府组织 花了465万美元 超过1.6亿新台币 是2015年的两倍 那这些钱呢 就花在请客吃饭 请美国人拍照打卡上面了 再等几个月 我们就能知道蔡英文这趟过境 到底花了多少钱 见到所谓的议员 又花了多少钱 有了这个基本概念后 再看到现在新闻 21个美国议员写信给布林肯 我合理推测 肯定还是花钱吗 没钱人家写这封信干什么 所以当然一方面是金钱的作用 二方面也是美国内部选举的因素 就是选举要到了 要骂一下拜登 怎么可以不答应 找蔡英文呢 对大陆软弱投降 那么共和党议员呢 自己就能够获得声望 然后呢 对于共和党整体的总统选举 也能够增加一些声势 那民进党其实常常就会利用这个关系 美国535名议员 竟然只有21个议员说要找蔡英文 就知道蔡英文有多不受欢迎 那写了信最后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当然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也要写信 为啥 就是为了钱呢 我现在是台北市议员 给我钱 我也可以帮你写信给蒋冠安 请脱衣舞娘来台北市政府跳舞 会成吗 不会成 当然啦 写这种东西 有失格局和身份 如果说要邀请国际慈善家 国际知名企业 那来到台湾 不给钱我也会尽量的去做争取 所以可想而知 你就知道为什么只有21个议员 请蔡英文了吧 有失身份的钱也要赚 拜登会让蔡英文出席吗 拜登现在有求于大陆 通话通不上 APEC也是能和大陆见面的方式之一 他会让蔡英文毁了这一切吗 那美国会不会利用蔡英文出席 凭空制造筹码 又来勒索大陆让步或好处呢 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不吃那一套 今年既是蔡英文退休年 也离选举境 想要在11月刷一波声望 如果自己真的能去 赚一波下台前的声望 那如果不能去 又可以卖一下 大陆打压 立于选举 讲白了 就是碰瓷了 反正又不花民进党自己的钱 都是为了选举作秀 可怜台湾民进党支持者 傻傻地相信美国挺台湾 真的挺的话 布林肯早就邀请蔡英文了 还需要议员写信了 再不然收到信的当下就同意了 那怎么到现在没反应呢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民进党要选票 美国人要钞票 结果被骗被坑的都是台湾人 报道报道 我们下次见